如果说起国内最知名的景点之一,那一定有云南,云南一定有儿海,尤其是最近几年几部电影,接连在云南内江以及大理一带拍摄后,很多有客以及影迷都是慕名而来,盼望着可以在儿海边住上一宿,体会一下好风景。 而说起云南,就肯定离不开舞蹈家杨丽萍,当初他在儿海边为自己盖的月亮宫赤资3500万,在当时真的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,可是就在放在盖好之后,很多人说杨丽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,也因为他建房,导致很多商家在儿海边做生意盖客栈,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环保工作。 所以这座月亮宫,自从盖,成那天气真的是饱受非议。 有网友爆料说,当地人且亲戚和他有联系,他表示非常不喜欢他。 他在双廊违章建筑,破坏儿海,然后吸引一大批外地人,和他一样来到房子建客栈,把整个双廊搞得乌烟瘴气,污水乱放,然后还要继续圈地盖房建客栈。 你是当地人,你了解这个,你会喜欢他吗?游客表示赞同,双廊真的就是工地。 从我去到朋友去前后快两年时间,都各种羞羞羞灰好大,路面快不能看到,而海的美很怕过段时间就看不到了。 作为一名云南人我顶礼,还有陈凯歌,以前丽江多漂亮,自从他拍了五集,大规模地破坏了环境,以后古城和黑龙潭水都不清了。 但是,也有网友说,严岸都建满了,杨丽萍本来就是为双廊住品牌的,也不知道炒他什么,说污染环境的,真该看看严岸满满的烧烤摊。 杨丽萍那个就是来各房间,周边酒店那个没几十个房间,因为他是名人就应该被炒,然而他零几年就在双廊住了,一直没有所谓的绿灶,12年以后才越来越多,那时候双廊正在大兴土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